省政院二號下午召開擴大防疫會議 討論未來如果微解封 也就是疫情有放寬之必要的時候 各行各業包括了餐飲業 都得遵守相關的防疫指引 七月二解封到底可不可行 政院找來各部會提早準備 針對產業該如何防疫管理 台北夜市早一步微解封放行 維持只能外帶規定 另外包括市場防疫 未來針對動線規劃 減少出入口都得做人流管制 餐飲業只能外帶都在判解封那天 三級警戒如果放寬調整 政院下令場所從業員的健康管理 環境清潔和顧客用餐防護 得有相當程度管制 如果解除禁止內用限制 防疫指引要提前公布 好讓業者準備硬體和員工訓練 對用路人來說 國道服務區還是有需求 依照高工局為解封計畫 將開放內用飲食 但人數總量更嚴格控制 百分之二十五以下 作為彩梅花座增加隔板 社交距離也從原本 1.5公尺擴大到3.5平方公尺 觀光區向遊客中心和商家 人流管制減半規劃只賣飲料和農產品 相關方案還得等中央下令 但環南市場暴群聚也讓七月十日後的 微解封希望更渺茫 TVB的新聞張宗華洪靜營開始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新聞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紅內外大事